你露肩膀 你露肩膀 下一科都怎麼調整 西門市社豐高中球員帶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 透過視訊電話向執辦前輩黃恩寺醒覺 讓棒球精神的傳承更加緊密 除了安排黃恩寺的視訊連線 8月7號舉辦的職場跟著球星玩體驗活動 也邀請到林佑樂、蘇智傑在現場與學弟們親密接觸 讓小球員非常開心 我很喜歡那個蘇智傑的打擊 因為他打前輩打感覺蠻帥的 然後他長得很帥 然後真正看到他也蠻帥的 就蠻開心的 然後希望未來跟學長一樣打翅膀 林佑樂家族中除了四位棒球好手 其中一位就是前陣子造成大檸檬轟動的林子偉 而蘇智傑是去年同一時選秀第一選定的球員 今年也將要代表台灣參加世大運棒球賽事 兩位前輩透過幽默風趣的對話 與學弟們分享豐富的棒球經驗 我也希望他們在這三年當中都能夠學到的 不只是球技上的東西 當然還有就是最重要還是不要只有棒球 對啊還是要也是有一些課外的活動 或是看書啊我覺得這都是很棒的一個事情這樣 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其實在棒球場上 如果你還是微微縮縮的好像不敢表現自己 我覺得這樣沒辦法成長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對自己對教練也是一種很好的表現 在體驗完安美足調式製作課程之後 活動最後是以歌唱的方式 鼓勵每一位球員都能夠堅持自我勇敢的走下去 持續在台灣體壇發光發熱 記者而時雜訟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